踩上去最重要是腳板不要穿襪 完全碰上兩塊鐵板 整個人垂直 放鬆看著前面就可以了 試過蹲下頭都是不同數據的 數據出來之後就會自己彈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新年之後 疫情之後 每個人都胖了 其實我自己都胖了很多 自己覺得自己胖得不想上磅 很怕看自己多少磅 重了很多 但醜苦中水見家用 我們都需要面對自己 讓自己可以 其實不只是想看上去更漂亮或瘦 而是身體也要健康 其實上磅 我一直都不建議大家 天天去看自己的磅數做人 重了 輕了 我們就應該做些甚麼 因為磅數是一個總體的數字 是反映到很多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是不知道的 舉個例子 有時候重了很多 很害怕 不吃東西 其實會影響我們的基礎新陳代謝率 反而做不好 因為可能那個重是重了水 即水腫 所以最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覺得是增加肌肉量 以及減低身體的脂肪比例 脂肪比例是怎樣算的呢 很複雜的 其實我看了這麼久都會覺得難計 但有些脂肪比例 有些能夠計到脂肪比例 以及肌肉比例的磅 是幫助到很多手 讓我們自己了解多一點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以前用的時候 會用這個日本牌 叫做Tenia這個牌子 是好用的 但我覺得它很貴 它是600多元一個 我當時好像300多元在日本托回來 所以很開心便宜 這個磅我一直用都覺得很容易用 很方便 但現在介紹你的 就是一個更加漂亮和很便宜的數據磅 這個磅能夠放出來的數據分析 是以那個雜池來說 這個磅數據比它多 但多不一定是好 因為你又不懂得看 又說不太用 那些數據 其實都知道你沒有用 但最重要是看它是否易用 性格比很高 但是否很易用 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平時做體重管理 這個磅我試了之後 我覺得它有幾樣優勝 它會儲存到的人數較多 即是可以儲存到 我們有1加6下 它有9個記錄 可以儲存到 只需要一開始的時候 即是你開始開榜的時候 就將我們的身高、年齡、男定女 設定下去 就已經可以有一個記錄 這個記錄會儲存在機上 儲存在機上 直至你撕了後面的電子 就沒有了記錄 所以一開始開榜的時候 就提醒大家 就是幾樣東西 要設定你自己的年齡、身高、體重 放上去才會有數據 否則它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磅 這樣就不值得 它其實是可以用這四塊鐵片 電阻 用電阻去計算身體內臟的脂肪 脂肪比例、BMI、肌肉、骨 甚至水分 這些都是對我們的膽脂肪 究竟我們有甚麼計劃 要做甚麼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們說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 就是設定 第一就是設定你那些細節 第二就是要撕掉這塊鐵片 藍色的本來是貼藍色的 這個藍色的膠就要撕掉 否則它又是感覺不到我們人體的電流 因為實在太多鞋 我告訴我壞了 還未撕掉 原來是未撕 即是要跟它比拼的 對不對 用這個去測試脂肪比例 出來我會是27% 即是同一時間同一日 即是現在這樣做就27% 但它顯示出來是24.9% 即是25% 我個人來說就覺得差2% 但我偏向相信低一點 但這個是有點像Apple Watch HAPPY Watch 你見到數據可能會開心一點 現在我不是專家 事關於我還有另一個測體脂肪 大家不知有沒有看過 好像Vue型一樣 拿著別動 又進入數據 拿著別動 就可以有體脂肪 其實那個Armeron Armeron的牌子應該都很出名 但又很奇怪 那個出來的數據 跟Tenier的數據又不同 又會有不同 唯有自己是拿來做一個參考 假設你每天都在用這個榜 來播放的時候 你應該要看這個榜 給你的數字 究竟有升還是跌 而且你的記錄 你會看它閃開 介紹的時候 你的數據就會在閃開 彈一彈出來 看幾多 骨落幾多 就走 不停地循環 它會沒有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拍下它 或用筆寫下它 你會對自己的進步 就會清楚很多 好 讓我講一下 一買回來的榜 就是這樣的 這裡有四個貼紙 先撕下藍色貼紙 然後有電芯 有電芯 放下榜 然後我們可以按中間的設計 它就會開機 開機 就告訴你 它什麼數據都沒有 應該就是 你當作一個榜 這樣用 按這個設計 你就會看到一個零 零在閃 我們按上下箭咀 我現在告訴你 我要做一號用者 按設計 趁它閃的時候要按 好 第二個就要閃男 我就要按女 即是上下這樣按 女 然後按設計 然後設計自己的體重 自己的體重 對不起 看身高 我就167cm 然後設計 然後是cm 然後是幾歲 我就不告訴大家 我43了 然後設計 這樣就完成了 我已經設計完一號女仔的 基本資料 就要站在榜上 好 認住這個是一號女仔 或是我 我來 我就可以踩上去 踩上去 踩上去最重要 就是腳板不要穿襪 然後就 全地碰上兩塊鐵板 整個人垂直 放鬆 然後看著前面就可以了 試過剩下頭 都是不同數據的 好 數據出來之後 就會自己彈 這裡是開始彈 免得是 去脂體重 蛋白質 我覺得很複雜 我覺得卡路里 就是說你平時應該吃 每一天的基礎代謝 需要多少卡路里 骨骼 剛才是肌肉 肌肉23% 然後水分52 然後不停讀自己的數據 BMI 其實很複雜 你看看我現在 24.6%的脂肪 其實是否高還是低 你是不知道 所以上網搜尋 我發覺 如果我 基本上 體肢 如果是22%至27% 已經是 標準水平 那就已經可以了 好了 剛才我只是 不斷分析了自己的體重 但我也抄下了一些 提供 其實就是 有些國際標準 需要我們自己去搜尋一下 或者搜尋 但女生來說 體肢是 30歲以上 已經是 22%至27% 因為女生 通常脂肪 都會比男生 會多些 屁股又大些 胸 27以內 就算正常 但我還看過 我們肌肉的比例 肌肉比例 百分析 31%至36% 就是 好 已經很好 當然越多一點 更加會好 多一點 相對來說 會令脂肪比例 會下降 還有一個 脂肪比例 和水分 水分 就是剛才說 水腫的話 可能會超過50% 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很聚 所以 要看 要分析的數據 都不多 雖然很多 但我覺得主要看的 都是三樣 BMI 當時體重和你的身高 和年齡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體重和差很遠 可能維持不變體重 這樣便不變 BMI 但是 脂肪比例和肌肉比例 就算你的體重是一樣 沒有變 但也可能是因為 裡面的成分不同了 這就很值得大家去參考 都希望大家 接下來 都是著重 增加多點肌肉量 然後 減少我們脂肪比例 我們試過人 才會有健康很多 好 趕緊這樣